其實我想大部分人都猜到了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大前半的 應該是第三次了 地政署出現警告信 然後就會有前奏 找業主說要釘旅旗 一般我們就很合作 因為我知道 我們場地被政府去驅港的責任 不是業主道 我們一般都會跟業主妥協 我們有個時間就會離場 我們正正在這個時間上 什麼時候離場就離場 我月下半年就離場 我想去不到年底 有得搞我就搞下去 但這次情況有點突殊 我覺得我自己有點不自分 這次的搬走 或者這次的撤退 我純粹是一個休息 而我不是放棄 香港不應該有奶包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有 一個太少了 十個 二十個 不知道 因為我只知道 香港這個城市應該 容納到超高原 那第三條不可以做 有什麼 沒有啊 沒有啊 相當大 三十塊 四十塊 我明聽不到 那是錢的問題 對 我覺得不是關心HA 大家是關心工廈的使用用途 因為我是衰在這方面 我不是衰在說 玩音樂不對 搞音樂不對 有Live House 在這裡 但沒有Van房可以搞Van 其實有Live House 大家盡力將到 這個工廈的使用環境 需要修改 需要推進的東西 變成一個是公眾關心的東西 就會幫到樂隊 如果樂隊成功到 幫到的 就會幫到 想教場地 還有各種藝術家 請客 請下一次 請給我 連結 我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